花季少女嫁入豪门做童样戏 没想到多年后却仍然来杀神之祸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印度的恐怖片童样戏之谜 话说在1881年的印度的一个黄道吉日 小时候的春花被迫嫁入了皇室家族 这个皇室家族一共兄弟三人 老大和老二年龄相互 老大虽然已经结婚但脑子却跟小儿 老二是个钻石王老五 春花这次要嫁的人正是老二 老三铁锤的年龄跟春花差不多大 因此春花刚开始误以为自己要嫁的人是铁锤 可等到晚上他才知道 这个满脸大胡子的男人才是自己的老公 由于年龄相仿 春花和小叔的铁锤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二十年后 五年前出国留学的铁锤回到了家乡 在他留学的这些年 家里发生了大事他是一无所知 尤其是头几年镇子里出现了一个女巫 心狠手辣已经蹬死了不少人了 据说铁锤那位缺心眼的大哥就是被女巫为干掉了 铁锤乘坐的马车在经过一片树林时女巫出现 女巫并没有拿铁锤怎么样 只是看了看这个正在打赌人摔个就走 第二天一早铁锤前去见自己的嫂子春花 自打春花的老公铁锤的二哥离家出走之后 春花已经成了一家之主了 虽然春花是二哥的老婆 但是他对青梅竹马的铁锤却是以往情深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呢 他只能把这份爱深埋在心里 这也难怪呀 春花来到铁锤家的时候年龄还太小 能玩到一块的只有铁锤 两人整天腻在一起产生感情也是很正常的事 因此不管到什么时候 春花看铁锤的眼神永远都是充满了爱意 随后春花带着铁锤去见了大嫂 自打铁锤的大哥被女巫杀了之后 大嫂便剃了光头 心无杂念 已经跟过去的凡尘俗是彻底一刀两断了 铁锤在家里待了几天之后 发现医生胡子叔跟春花的关系不一般 二哥虽然离家出走了 但春花毕竟是自己的二嫂 整天跟胡子叔匿匿歪歪成何体统 因此铁锤对胡子叔没有一点好印象 晚上铁锤带着人去打猎的时候 村子里出了名的好男人眼镜叔被女巫杀了 为了防止医生胡子叔和二嫂冲花走了太近 铁锤把大嫂叫回家陪着冲花 其实在铁锤出国留学之前 家里的氛围还是比较和谐 两人从小玩到大 冲花和铁锤的感情也变得越来越深厚 为了查出好男人眼镜叔的死因 铁锤扮演起了福尔摩斯 案发当晚 医生胡子叔诡异的行为 引起了铁锤的怀疑 铁锤经过缜密的分析 把胡子叔列为了头老前人 根据大嫂的反应铁锤得知 这个医生胡子叔 是在他二哥离家出走之前来到镇上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春花和铁锤之间的关系 很快就被大嫂这个试飞经捅了出去 他故意当着春花老公的面 说一些刺激性的话 可怕春花的老公气得不轻 其实二哥的眼也不小 他也早就看出春花喜欢自己的弟弟铁锤 但毕竟都是一家人 只要不是太过分 他本来也不想过于的记忆 但大嫂这个搬弄是非的娘们 整天刺激的 搞得她是心烦意乱 加上这春花也傻乎乎的 丝毫不避讳对铁锤的关心 这二哥思来想去 认为这么瞎学不是办法 为了彻底拆散铁锤和春花 二哥决定把铁锤送到伦敦留学 春花一听铁锤要出国留学 当时就不淡定了 春花说小叔子 你要是走了我可怎么办啊 虽然铁锤也喜欢春花 但春花毕竟是自己的二嫂 无论如何 他也不能做对不起二哥的事 因此他只能把这份爱深埋心底 二哥在楼上透过窗户 看着自己的弟弟和自己的老婆 含情默默 心里就像打翻了五位平 难受都不行了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二哥一不做二不休 带着铁锤离开了家 然后直接把铁锤送到了伦敦 铁锤的离开让春花伤心欲绝 他一怒之下 把他和铁锤一起写的小说撕毁烧掉 他在小说里以铁锤的老婆自决 这件事很快被二哥发现 这下可把二哥的肺给气炸 不容分说就把冲花胖揍了一顿 由于二哥出手太重了 直接把冲花打了个骨断筋蛇 躺在床上彻底不会动了 冷静下来的二哥意识到自己做的有点过分 急忙把医生胡子处请来为冲花治疗 也许是出于愧疑 也许是为了逃避 总之二哥贴了箱子离开了家 双脚被打断的冲花躺在床上是痛不一声 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难受都不行 闪回完过去 镇子上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一连串的案件 极有可能是医生胡子处干 铁锤把自己的推断 一五一十的跟冲花说了一遍 铁锤认为春花被医生胡子处蛊惑 不仅抛弃了善良 也抛弃了自己的丈夫 与胡子处沆血一起就差闷闷闭闷 听了铁锤的推断 春花笑的是花哲乱缠 说你这个小傻貌 你是啥也不知道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让我们回到几年前 春花被揍之后的那几天 当遍体鳞伤的春花 躺在床上养伤的时候 铁锤的那个缺心眼的大哥 突然闯进来 布荣芬说就把春花给强谋 惨遭蹂躏的春花很快就断了气 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 春花的悲惨遭遇 最后连神仙都看不下去了 当晚天空中出现了血月 神仙很快就把春花救活 并将其打造成了女巫 老公闯了这么大的祸 大嫂自然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摆平 他主动找到春花 希望春花加丑不要外扬 忍气吞声把这件事赖在肚子里 医生胡子叔在为春花 检查伤势的时候发现了谋底 可无论他怎么追问春花就是不说了 虽然春花不愿意把事情告诉自己 但正义的胡子叔 还是继续为春花治疗 在认定医生胡子叔 是连环杀伤的凶手之后 铁锤把胡子叔给豁捉了 并且压着胡子叔连夜坐马车 前往加尔哥达的法院 可当马车走到半路 那位生活作风不正派的 马车夫被女巫给杀了 铁锤下车一看 当时就蒙圈了 就在这个时候 女巫突然出现了 铁锤也没犹豫 举起枪冲着女巫就开了火 听到枪声的医生胡子叔 急忙下车 看到中枪的春花 正站在树上看着他 医生胡子叔虽然洗脱了嫌疑 但他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发现 铁锤准备给女巫决一死战 为了制止铁锤愚蠢的行为 医生胡子叔和铁锤掐了起来 为了抓住女巫 吃瓜的铁锤开始放火瘦树林 要说这医生胡子叔也真是个人才 都到什么份上了 还死手这真相不说呢 那么春花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呢 原来那些人呢 都是犯了罪的恶人 但法律又制裁不了他 春花的行为 其实就是在替天行道 既然是心上人放的火 那么春花也不想再躲 他坐在树叉上 等待着厄运的降临 铁锤刚开始还挺得意 认为自己为老百姓出了遗憾 可当他得知女巫就是春花之后 这哥们彻底崩溃了 与其说这是一部恐怖电影 不如说是一部虐心的伦领 不管是19世纪还是现在的印度 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一直都很 这个奇葩的国度 一直保持着男尊女卑的传统 封建而腐朽的旧观念 和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 显得是格格不入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愚昧思想醒一醒 千万不要吓唬着 甭再跟那儿装大爷 男女早就该平等了